召喚三位第一局 粉队先当摊主 蓝队和黄队先躲藏 临时摊主是刘仙宁 跑藏是凯哥和白露 请粉队的两位出发吧 留点瓶力吧 在哪里 前面 没事干嘛悠悠的 他们躲了吗 然后啥意思我们藏 藏还是藏猫吗 捉迷藏你知道吗 我就藏 这你应该看不到我 过去是这么难穿 这能 大家都想到这了 我去 这也太远了 拿拿几个这个 都拿走 都拿走 真的假的 这样好吗 好累啊 太远了 跑了个中场跑你知道吗 我去好累啊 好累啊 太远了真的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这绝对是一种战术 咱你们回来了吗 回来了 好远 你别把自己自己把他打掉了啊 你别把自己自己把他打掉了啊 杀线小师出摊了 我已经看到一个了 我已经 她发了 她发了 太远了吧 请你去休息 这躲去哪儿来的 来了 这躲去哪儿去了 是不是没了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你是不是 这都能找出来 你的腿太明显了 真累啊 快点走啊 有时间啊 许年 许年 李童成功 是不是我藏到最后就算赢啊 我发现了我不能让他们偷袭 老沙快 老沙快 不要出来 不要出来 沙宝你就在沙宝里面待着 其实就应该一个人在这儿防着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藏那儿了 这也行啊 我的脖子 还好那个盒子够深 优秀 沙宝 你在哪啊 我都不知道 这布有点厚啊 这里呢 沙哥 哇 沙哥可以出来了 我不会以后自己出不来 哎 闷死了 大脑都缺氧了这里 肯定啊 哎 黄队 贝比和大勋被找到了 友谊藏到了最后 所以黄队这一轮 5分 蓝队 诚哥拿到了娃娃 一同拿到了娃娃 沙哥藏到了最后 这么牛吗 所以蓝队这一轮获得13分 我就听乱二我叫我 好 好